新城乡公所举办儿童节礼物颁赠典礼 乡长和礼台准备了61份精美的蜡笔 以及餐盒赠送给陪德幼儿园的小小学弟妹 另外新城乡内各小学乡公所依照学生的人数 补助由各校自行运用或是赠送礼品 各校代表纷纷表示乡长和礼台以及乡公所团队 非常支持教育并且注重学童 是新城乡教育的好伙伴更是好推手 新城乡公所儿童节礼物颁赠典礼 乡长和礼台准备了61份的精美蜡笔以及餐盒 赠送给陪德幼儿园的小小学弟们 另外新城乡内各小学乡公所依照学生人数给予补助 有各校自行运用或是赠送礼品 儿童节特别准备了一些请学校购置了 自己喜欢小朋友喜欢的东西 我要谢谢各校的校长 大家都非常辛苦在自己教学的领域上 大家共同来付出 老师也真的对我们的小朋友教育都非常好 表达感谢之意 公所除了儿童节以外 我们每年的从去年开办的奖学金 奖学金对小朋友的鼓励是非常棒的 实际在国小的部分跟国中的部分 经过学校的一个评比 我想这个幼儿园也好 本乡的幼儿园也好 这个像我们乡立的幼儿园办的也都很好 我们背着幼儿园办的都非常好 但是这个真办的好像还不太够 刚才的幼儿园也有 幼儿园大家都办了背部国小园也有 因为是让我们青年安心住宅的年轻人要进来 要进来 所以幼儿这个区块 新村委员在积极在规划 是不是在里面设立这个幼儿园的部分 那新年乡是一个人口正成长的一个象征 这为什么会正成长 可是大家在这个区块非常幸福 各校代表们表示 向何调以及相共署团队非常支持教育 重视学童 是新人向教育的好伙伴更是好推手 向何调也特别感谢项链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认真无私的教导 除了要祝福项链的小朋友之外 借此了解各校的状况以及需求加以协助 让孩子有更好的成长以及环境教育 记得就像我们下期的小伙道